一般的老板总会希望后继友人事业能够传承 但是就在传承这个点上 这对妇女就上演了家庭革命 40年鱿鱼羹店 老板一开始呢是因为老婆太爱吃鱿鱼羹了 就干脆自己来做生意 让老婆也可以吃个够 那也靠着摊子养大了三个女儿 所以老板非常疼爱三千金 甚至这行业的辛苦 本来就没有打算要让下一代继续传承 心想等孩子大了 身上的经济负担减轻了 到了做不动的时候就熄灯退休 但没想到小女儿在毕业之后 突然喊着要接班 父女俩因此就发生了冲突 不服输的女儿也更加投注心理 就是要证明自己的认真态度 不会输给爸爸 两个综合米粉 好 内用 中午用餐时分 尽管外头下着绵绵细雨 小小的店面依旧让来希望 一个鱿鱼米粉 一个甜不辣 好 半开放式厨房再搭配上文青风格装潢 精心挑选的餐具 顾客悠哉地吃着中餐 乍看以为是早午餐店 但其实这一碗一碗里 是传统街边小吃 鱿鱼羹 我觉得它鱿鱼脆脆的 用餐环境比较好 鱿鱼特别脆特别好吃 比较咬劲新鲜 才开幕不到一年的店面 背后其实是承接了父亲的手艺 汉过往贪车形势 以及汉流浃背的印象不同 走精致舒适路线 但是能够让客人接踵而至 闻香而来 最终还是要回归美食本质 来自于老父亲阿文的手艺 固定材有金蜜 还有跌顺 我觉得这样就是很清爽 就这样就好了 清淡掉 所以这四十年来 我都一直坚持这个东西 我都没有放过里面的东西 就像自己的初心单纯粹 鱿鱼羹的用料并没有特别密集 阿文相信原料成分越单纯 越能够呈现鱿鱼的香甜 其中鱿鱼的口感更是讲究 脆又不带纤维 还曾经有顾客以为他是泡了棚纱 才会让鱿鱼看起来碰培 但阿文强调 绝对只有泡检粉 重要的在于挑选鱿鱼的部位 四十年前阿文退伍后 原本想开个相馆 无奈当年市场已经饱和 竞争相当激烈 如果专攻写真摄影 得砸钱买服装买道具 手头资金根本不够 转念一想 做吃的 门槛低 但怎么会选鱿鱼根呢 原来是阿文偷偷放闪 因为那个时候 这种鱿鱼根四十年前 它算一个新的行业 每次都说我还要吃一碗 他都说不用吧 我说我还要吃一碗 后来我就想说 那我应该卖鱿鱿鱼根 太太吃就不用花钱了 所以一卖就四十年 靠着鱿鱿鱿 阿文养了五个女人 也就是因为这样 深知创业风险其中辛苦 一听到女儿要开辟新战场 投入鱿鱿鱿市场 顾不得自己的老招牌 能够继续被传承 阿文反对到底 妇女间的擂台就此上演 一般人家的父亲都希望 有小孩可以传承自己的事业 但我爸爸是非常反对 然后她是甚至跟我妈拍桌 然后吵架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行业 你在学校当老师不是很好吗 为什么要来这边 接手这么辛苦的行业 我反对她开这个小事 这是我第一个反对 第二个反对她找这个点 我觉得应该是做不起来 连人在做都没有 一个鱼书放一个综合饭 两个综合米粉 她说我不去 我不去 因为你们自己去 你们要做你们就自己去 你知道不用问我了 不用问我了 她就是很生气 后来我是觉得这个点不好 后来他们做起来 我觉得说 对 因为 有一句话就是说 酒香不怕弄 就是说东西好 你在一个很 没有人少的地方 她还是可以卖得很好 对啊 面对两个女儿的连环攻击 阿文显得更不好意思 也坦诚自己当初确实看走眼 毕竟经营模式大不相同 小女儿过去对接班 也根本没有想法 对于阿文来说 女儿突然提出要接班 这些都只是天马行空 想学 想传承 门都没有 当我想要学的时候 爸爸并不是说 来来来 我教你 就是爸爸其实他就是做他的 然后我就要在旁边 很像小媳妇就是偷偷学 面 鱿鱼面 然后泡菜 原本怕女儿辛苦 但看着他不断尝试 尽管被烫伤 失败都不喊苦 阿文想着好吧 让孩子们试试 但是只有一个要求 尽量要保持 我爸爸做成一种东西 不可以不同样 不行砸你的招牌 对 你那都是很担心 招牌被砸掉 当然 我每天都要来监视一下 从地点 装潢 碗盘 都和过去大不相同 唯一不变的 就是爸爸妈妈 所传下来的味道 现在走到这个 就是时间点 我觉得就是心里满踏实的 然后特别是听到 如果顾客会说 谢谢你承接了 就是爸爸妈妈的味道 我就觉得 那当初我的坚持也是没错 来 小心喔 老爸爸燃烧岁月 沸腾四十个春夏秋冬 让这好口碑 从这一口方寸 长成一方天地 滋养了平凡幸福 而女儿也遗传了 不服输的毅力 灰汉赢得信任 成为父亲的骄傲 生活里有同理 体谅 纵有争执 不固执 一点也不减损 爱的同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